8月7日星期六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 今天我們要講一個主題來聊聊 巴拉瑪著名的Gaisha Code 現在就到我的電腦了 跟大家看一下我準備的一些資料吧 異季咖啡它是源自於伊索碧亞 也就是世衛組織的譚德賽的祖國 到了哥斯加就有一個Laboratory 從哥斯加這邊傳到巴拉瑪的Poket 就在這裡 既然伊索咖啡是從哥斯加的家引進到巴拉瑪 那為什麼在巴拉瑪才走行呢 應該有幾下一個原因 這些咖啡是在很獨特的一個氣候跟地理環境 還有它的土壤 它距離加勒比海大概35公里 南邊距離太平洋大概55公里 它的氣溫低 在成熟的季節有很多的物 在這個熱帶雨林的包圍之下 有大量的有機的維生物啊 酵母啊細菌 那因為這個低溫的關係呢 它這個樹成長的比較慢 大概要4年半到6年半才會長5 比一般的平均水平大概多到2到4年 而且你還在成熟的時候呢 那個果子啊成熟的時間也比較長 大概多一個月 那當然就是這樣因為產量少 所以它的價格就被烘台 在這個拍賣場上價格越彈越高 今天我們來聊聊4個莊園 The Peterson Family Acienda La Esmeral 是肥瀉莊園 Ellida La Leventus Family 他們是最近兩年得冠軍的 Cotova Coffee 是巴拉瑪最常見的 他們自己開了很多直銷店 然後一家是我去過的Finger Larry 這樣我們就開始 順便帶一下這個是 Basel Panama的拍賣網站 那上面會有 你看這邊有幾個語言 英文、日文、中文、韓文 就是沒有西班牙文 沒有去來 在巴拉瑪 去年跟前年的冠軍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講的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這個 這一家 Ellida Geisha Green Tip Metro 這個Lot 你看多少錢 1029塊 哇有100磅 總共賣了10萬多一點 很嚇人吧 賣金子一下 哪些人參加呢 在這裡 台灣有一家叫做 Black Gold Coffee 也有參加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Ellida的臉書 1964年的時候 Rudolph Peterson 他還在當 Bank of America President的時候 擺了這個莊園 他原本打算是在這邊退休了 在初期幾年呢 他每個月 每幾個月 會來巴馬一次 後來他在1997年 當了聯合國的職位 在1973年之後呢 他就交給他兒子Price 那Price是化學的博士 所以說對這個莊園的貢獻很大 他們大概在1987年之後呢 基本上都是在種植咖啡 那我們看看一些照片 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邊有一張照片 是台灣的一家公司 來他們考察 不知道這在台灣出不出名 我也不曉得 那這邊來講一些 幾張照片 讓大家了解一下 為什麼這麼多小孩子啊 不是童工啊 他是這樣 就是說他們 咖啡的採收 都是要靠人工嘛 那大部分就是這些印第安人 那一般的莊園就供 他們吃住 還有學校 小孩子上學 因為都是在山區嘛 上學不方便 那所以說你看到很多 就是他們大概是 Christmas的那個派對吧 給小孩子這個禮物 OK 這是這兩年 2018 2019 得冠軍的莊園 他們有一些特殊的 烘焙的 比如說處理咖啡的方法 我們看一下一些照片 大家可以找一下 他們的那個 Facebook在這裡 OK 看一下一些照片 去中國參加比賽 他們自己直銷 然後又看到這個 就是台灣的這個 那家公司 黑金咖啡 我對咖啡的處理 並不太清楚 但是他這邊有提到一個 豔養的方式來進行 處理 然後幫咖啡與這個 果肉放置於一個 那個發酵的罐中 120小時 然後再鋪到厚厚的一層的 然後鋪到船上 5個禮拜 5個禮拜 我看一下 找一下 看有沒有照片 給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在那個 Best of Panama 的介紹裡面 他就 給大家看到這個 桶子 發酵的桶子 是這樣子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是 Gordoa Coffee 他們在巴馬有很多 咖啡店 自己直銷他們的產品 那 Duncan Family 在19 怎麼又寫 就是1900年 初的時候 就會到了巴拉馬 那Gordoa這個字 順便在講的是 原住民的意思就是 山 Mountain Eats Gordoa其實是 應該是巴拉馬最多 分店的 最多咖啡店 他們直接開 他們經營方式 比較特別 除了農裝之外 他們現在這幾年 開始自己經營 自己的咖啡店 也相當的成功 事實上應該算是被 大家 接受程度最高的 商業包裝最好的 那我也經常去他們的咖啡店 有時候等我兒子 上音樂課的時候 就去那邊喝杯咖啡 那我不太喜歡他們 用這些 就是一次性的 杯子 所以我自己 買了一個 杯子 好 最後我們來講這個 Fing Gallery 它沒有Hotel 大家可以上網去 Google上網去看一下 是挺漂亮的 有餐館 其實這個Hotel有點舊 所以 它的Hotel外面是這樣的 吊床 天氣就是這種很涼爽的 1500公尺左右 值得一去 還有那個Coffee Tour 值得去看一下 那這是我去 2014年去他們那邊玩的時候 拍了一些照片 很多這個Hummingbird 很多Hummingbird 到處都是 現在大家看到的是兩家 也是蠻常見的 Janson 很多台灣人 那邊都是買Janson的 這個EG咖啡 在Riva Smith的超市 大概在15塊左右 因為同樣的 那個 價格 在 同樣的 差不多東西 Cottova大概是25塊 買的比較貴 那Unido賣的更貴 它大概更小包 大概20幾塊 那我的理解是 Janson是有自己的 莊園 Unido是 好像人家幫他做OEM 是一些 幾個阿拉伯的 小開 做 創的品牌 這個是比較年輕的一個品牌 那Unido在這幾年好像 也有開那個 咖啡店 在比較高級的 高檔的這個 Shopping Mall 像Multi Plaza 那事實上 它的咖啡可能比較少人在賣 可能在 Riva Smith有看到 包裝黑色的小小的 它賣的特別貴 好啦 我們今天這個Gashia Coffee 就講到這裡 我做這個頻道主要是希望 訓練我自己的做影片 來推廣我自己的產品 假如各位有些比較細節 比較深入的問題 假如各位對中南美洲有興趣 麻煩你下面留言 或是到我們這個頻道的 描述欄裡面 有我的Email可以傳給我 那我會各位 盡可能幫各位做解答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按個讚 分享 甚至打開鈴鐺跟訂閱 就這樣啦 下次見 掰掰